今天的中国 我们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边局 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其中有一个理解就是 我们在今天以前 我们所有的日子 都是过在现实的世界里的 2024可能是一个元年 我们在2024以后 我们所有的日子 慢慢开始会过在 虚异的世界里了 好了 问题来了 有的人说 哎呀 你说虚异我不理解 虚异又怎么样呢 我告诉你 虚异的世界和那个梦境 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吗 我们说做梦是不是虚异的世界 做梦还是在现实的世界里 但是我告诉你 梦中缺少一个东西 而未来在虚异的世界里头 这个东西是成立的 就是我们碰杯子 哆 碰杯子的时候 那个酒花哆 溅出来 撒在我们的脸上 你在梦中是无感的 但是在虚异世界里头 五官感受存在 也就是我跟他握个手 我能彼此到感受到肌肤之亲 这是虚异世界 梦中是感受不到的 意味着你曾经追不到的人 可以在虚异世界里再追一遍 握手会有体感 再想象一下 很多体感都有的 一模一样 所以以后要小心你的爱人 他一旦穿戴设备 去了虚异世界 你要看看他跟谁在一起 所以未来的虚异世界 第一 有体感 第二 有数字资产 第三 有数字货币 第四 虚异的世界 就可以再造一个 类似于我们真实的世界 第五 我要提醒你 真实的世界是有数量的 有限的 举个例子 地球上的黄金储备 是不是有限 原油储备 是不是有限 不管怎么样总是有个限度 可是虚异世界的资产是无限的 这是第五 第六 当我们来到一个无限的虚异资产 和一个有限的现实资产 如果你的资产不能够转到虚异资产 你不能在虚异世界里 获得更大的资产的时候 意味着你相对来说 你的现实资产 比例就会在不断的什么 在压缩 第七 今天你在现实世界上 可能是一个顶级富豪 只要你不走进虚异的世界 数字的世界 明天你就是一个穷光蛋 第八 结论 如果你这辈子没有成为 真实世界里头的马爸爸 那么现在你有机会了 数字空间 数字时代 你可以再造一个马爸爸 你还睡得着吗 所以我每天想到这些事情 我就睡不着 所以我就不断的去测试 什么叫查千 什么叫九千 就是不断的去构建一个 数字资产 不断去构建一个数字空间 然后不断的去构建一个什么 数字货币 然后不断的要走在时代的最什么 前沿 所以我就觉得脑子不够用 你知道吧 总是这个时代很好很好 总是我们的未来越来越美好 那你说 那我没有这么多信息 我怎么去把握这个时代的脉搏呢 我怎么不要塌掉了这波 破天的富贵呢 很简单 五个字你就塌不了 关注顾军辉 因为我在我所有的直播间 我在我所有的课堂 我都会及时更新我的什么 根据我的认知 我会把我的认知永远更新 所以你最低的成本就是 关注顾军辉 我一开始播你就说报道 然后我就每天就跟你闲扯 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我对未来的看法